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以食农教育为主轴的第11届银川有机生活营 10月18号在花莲县复里乡银川有序农场举行 来自花莲南区的国中国小师生近千人参与 学习AI农业智慧环境减碳食品安全和品尝有机米食 在各项闯关游戏当中了解有机农业和生物对样性的重要性 银川永续农场负责人梁美志说 我们今年这个食农原油会特地安排不一样的主题 包括AI智慧农业请了玉山国家公园来帮我们展示 他在玉山国家公园里面对于生态的用AI智慧的监测 观测来看这个生态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花莲农业改良场 用那个遥控飞机来种田 还有我们的阿龟围气候 他们对于农田的保卫战 所以农田保卫战是透过气候呢 来知道植物的生长情况 那当然呢 因为今年度我们很多面临到很多食品安全的问题 所以今年呢 我们着重在食品安全里面 我们有持心的如何教消费者聪明的来购物 还有文化大学教我们怎么样来吃的安心 标章跟食安的双冒险 还有祖父联盟 他们在我们聪明的如何来选择零食 采源生态里面的他们的健康超市 让我们选择怎么样子来挑选标章的 有健康标章的 有有机认证的食物 在地农业当然一定是要田间生态 那现在正好是水稻的抽税期 所以生态都非常的丰富 我们透过田间的生态寻找 然后呢 再来解说观察 这个生态的生长情形 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实体操作 稻米加工 草麦加工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美食的饗宴 今年度的跟去年度的主题呢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不一样的挑选 我们荐川米希望能够发挥 我们在地农企业的一点回馈 给我们在地的所有的国中小的同学 一个不一样的愿景 不一样的对于环境有不一样的格局 过去十年的有机生活营 那些孩子现在已经变大人了 甚至已经出社会了 有没有一些的回馈 你有看到说我们过去这十年的成果 基本上我们在地的 副理育理卓西的孩子 大部分的孩子都有参加过我们荐川的生活营 也有参加过我们的食农园游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种子呢 撒播在全台湾省里面呢 他有些已经回来当一个很聪明的生产者 大部分的小朋友呢 现在长大了也变成一个很非常有智慧的消费者 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有机农业跟在地农业 第十一届银川有机生活营共有二十个滩区 东华大学永续发展中心师生 以轻松的游戏演示 减碳的重要性以及实践方式 期望中小学生能够从小培养减碳意识 共同为二零五零年进零排碳的目标来努力 东华大学教授陈小华 分享东华大学的理念 当日参与的情况 那我们东华大学在过去几年 一直对于环境保护环境教育一直非常的投入 从今年就是2024年我们学校徐校长上任 那过去我们的赵校长就非常的重视永续这一块 那以前的永续是放在国际处下面的永续发展组 那今年我们特地在徐校长上任之后 徐校长特地把它提升到一个校级的单位 所以我们现在校级里面就有一个永续发展中心 然后我们更特别的是在各个学院 各个行政单位也都有单位永续长 就是因为我们先在从各单位能够 由各单位的永续长去感动 单位的同仁 能够把这个永续的热情观念 把它散布出去 教职员他们认同 然后也愿意试作 尤其是老师我们可以再把它融入教学 去影响我们的年轻的孩子 那今天的这个活动是因为银川米 他们也是多年除了投入有机栽种 重视这个健康养生还有爱护地球 他们自己站稳脚跟以后 对于这个环境教育食农教育也非常的认真 公益也是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那我们非常重养这样子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我们尽量能够在银川米他们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共襄盛举 因为教育当然是我们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大学社会责任那也是这几年我们应该要承担的 所以我们就成就今天的这个出对 那我们也很高兴今天来的同学都是志工 来的同学我们来了14位 14位同学都非常的对于这个环境保护都非常有热情 我们是用那个大富翁的方式预教于乐 因为我们觉得跟他解说用解说的方式可能他们的接受度会稍微低一点 所以用预教于乐的方式 然后中间跟他们用一些有趣的他们懂的语言 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学生的训练也是很好 就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传播他们本来就知道的这个食农的教育观念 然后他们每一次附送我们在行销领域说rehearsal 心理学上也是也是很重视rehearsal 你讲久了就变成你就认同了 演久了变成真的 所以也是有点这样子的味道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大学同学讲 你不是在帮助别人 事实上你帮助最多的是自己 因为你就扩展了你的知识领域 然后你会挖掘你的潜能 所以我觉得银川米办这样子的活动 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都受益 那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来摆摊的工作人员 其实各个都是热情 他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份工作 不是当作一份出对的任务而已 他们是自己觉得真的在保护地球 爱惜资源上面 他们能够尽一份心理 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样子对环境的爱 关心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 这个规模我觉得在花莲应该算是蛮大的了 那我们不需要办很闹哄哄的 有歌舞等等的 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安静 但是也不失活泼的这个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这个任务 爱上保护地球 一起来珍惜我们生态的任务 绿电合作社以节能省电教材 介绍台湾的能源现状 现场实际展示一小块太阳能板 吸收阳光热能一个小时之后 可以让小型电扇运作四个小时 让学生实际了解 可以如何善用阳光 绿电合作社江宜颖在现场示范 我们在做太阳能屋顶 然后像我们就会给小朋友看这个太阳能板 它有就是现场就在发电 那我们如果说遇到下雨天或者是晚上的时候 没有阳光的时候 它的电灯就会熄灭 雨天或者是晚上没有办法发电 那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设备 就是有除能的功能 像是这个是一个行动电源 那它就是可以晒太阳之后 把能源储存在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在室内或者是 就是会让小朋友看到那个灯也是亮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刚刚有一个电风扇在那边让小朋友吹 就是它也是那块太阳能板 那是那块 对 帮它除能 然后它就可以吹电风扇 但是它现在需要去补充一点太阳能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户外 今天太阳很大 对对对 而且小朋友早上一直吹电风扇 所以就现在要去补充电能 对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谈说太阳能 它是再生能源嘛 那再生能源比起火力发电 再生能源比较排碳量比较低 那我们跟小朋友谈到说排碳量 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当中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使用这些 比如说串流平台使用一个小时 大概是消耗一度电 啊或者是说冷气 大概吹一个钟头 可能也是消耗一度电 以台湾现在的发电状况的话 消耗一度电会排放500公克的二氧化碳 那500公克的二氧化碳 我们把它换算成体积 气体的体积的话 大概是一颗75到80公分的大球 所以就告诉小朋友说 你如果今天多浪费了一度电 你就会释放出这么大一颗球的二氧化碳量 那他们有视觉的感觉 就是说我如果结约能源 我少浪费一度电 我就可以减少排放这样子体积的一个二氧化碳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南安管理站 也以AI人工智慧展示生态监测 同时以一只黑熊布偶的故事 引导学生认识台湾黑熊 以及加强保育的意识 解说志工简淑仪在现场示范 我很喜欢这只黑熊 因为这只黑熊它非常的有故事性 我们先认识黑熊 黑熊它最大的特征就是 要加台湾两个字 因为它是台湾特有种 台湾黑熊就可以知道说 它生长在台湾 那黑熊还有一个最大特征就是 它跟亚洲黑熊一样 它都有一个胸前有一个弯弯的 白白的 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野 但是呢 其实它就是一抹弯弯的月亮 所以呢 我们的原住民呢 给它一个很好的名字 它又叫做月熊 注意看哦 它的鼻子跟毛小孩很像哦 因为它跟狗狗很像 所以呢 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 它叫做狗熊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喜欢叫它狗熊 还好 它的耳朵跟狗狗不一样 来注意看 它的耳朵是什么样子 哦 原来是圆圆的 它的耳朵跟狗狗一样很灵哦 很远的地方 大概五公里外 就可以听到了 所以呢 台湾黑熊 它在森林里面呢 就很厉害 它很远就可以听得到声音 然后呢 也可以闻得到香味了 所以呢 它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食物 那我们的黑熊呢 其实它的食物非常的多 那黑熊呢 因为它很会爬树 因为它的爪子很长 它有五个爪子 所以呢 它很会爬树 就到树上里面呢 去找好多的果实 那我们的果实里面呢 有春天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浆果 像现在呢 秋天到了到冬天 就有很多像 冰眼利险去的真果 台湾里面最多呢 就是青钢粒 很像小陀螺的 然后呢 还有更小的椎果粒 还有那个很大的丑丑的 那个叫做鬼粒 好 这些呢 都是台湾黑熊爱吃的 那它吃完呢 它会不会变变 当然会变变啊 所以呢 就把种子呢 就跟着变变排出来 所以呢 我们这只黑熊呢 是很会种树的熊哦 有没有看到 它这个头顶上呢 冒出绿色的芽 就是告诉小朋友 黑熊是很会种树的 所以我们森林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树种 都是因为黑熊 因为呢 它在找食物啊 它从一座山抱到一座山的时候 就把不同的种子呢 就带到不同的地方 可是呢 黑熊有时候呢 不小心 像这只黑熊很可怜 因为呢 它的左手啊 就断掉了 小朋友 它为什么会断掉 哦 有的小朋友说 我知道 对 它被捕兽甲捕到了 可是呢 这不是猎人要捕它 只是它不小心 被踩到捕兽甲 那它会不会乖乖的等死 不会耶 我们这个黑熊 它很勇敢 它为了求生呢 它就用力的 把它的手扯断 啊 会不会很痛 当然很痛咯 所以呢 它就忍痛咯 就离开了 然后手就开始溃乱肿了 所以呢 它现在的食物就变少了 它就没办法很快的爬速去吃 吃食物了 后来呢 这只黑熊很惨哦 它真的命运很惨 它呢 因为变瘦小了 所以呢 就被台风暴雨呢 就冲冲冲 它本来是住在玉山国家森林里面 后来呢 它就被冲出来了 因为是随着拉哭拉哭的吸通出来 有被救起来 但是 它没有救火 就死掉了 那死掉怎么办 它的故事真的很凄惨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黑熊宝宝 来告诉小朋友 告诉人类说 捕兽甲是非法的 是不合法的 禁止使用 那这样子黑熊就不会被捕兽甲捕到了 对不对 那另外呢 因为黑熊它很会种树啊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黑熊的头顶上呢 就做了绿色的牙 告诉小朋友说 因为有熊的森林呢 才有灵魂 那我们的森林才会很冒昧 那这样子小朋友 你会不会宝贝我们的台湾黑熊啊 当然会咯 对不对 小朋友在参加食农有机生活饮的过程当中 也学到了如何买菜 以及如何减碳环保就地球 乐儿国小李红宜 红宜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 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吃东西 吃东西吃什么东西 寿司 好吃吗 好吃 这里吃的饭跟家里吃的饭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里是有机的 你有玩游戏吗 有闯关吗 有 那闯关有哪一些的闯关游戏呢 有那个买东西的 要选择在地的 买菜要选有有机标章 然后产销履历标章 还有台湾农产品标章 还有QR Code的东西比较好 那除了比较健康之外 还有其他的意义吗 对环境呢 碳排放比较少 目前证实二期水稻抽碎期 学生带着斗笠进入田区 观察有机田间生物多样性 观看稻谷变成百米的加工过程 在各项体验中 学习从产地到餐桌 在地有机农业以及环境减碳 在这边